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昨天前几天给我岳母打电话聊三个小时跟我岳母 当然我们的主题就是聊她女儿 我说这个回去多好可以帮你做饭 我岳母眼睛看不见的 她就只能清光眼 那个血压高眼压高 就只能看见一点亮光而已 所以她生活很艰难 所以保姆也没有了 谭建一看保姆有急了 赶紧回去我也同意回去 这一回去打电话岳母说 你赶紧打电话让她回去吧 我说她可以帮你做做饭的 她说我要吃她一顿饭我还不得累死 我说我已经十几年了 就感谢主对不对 然后她回家呢她就要改变 她就 因为我们家也是 原来我们家挂一幅画我们俩会争论的 我就喜欢这幅画她就不喜欢 只要我喜欢她就都不喜欢 百分之百不喜欢 我挂下来了 我上班她就摘下来了 那我回去我又挂上 挂上我上班她又摘下来了 回我又挂上 你三五四你觉得有意思吗 后来我看也不错 这个就改变了 你知道吗 这个东西挂在这挂 太太喜欢就好了嘛 对不对 干嘛 你又在家待的时间少 那看去吧 好喜欢 就给她了 慢慢 西医未尝了也就习惯了 也就没觉得怎么样 你还有什么了不起 不就是画吗 对不对 结果她就 我把一个家具放在这儿 我一上班她挪走了 我把这花放在这儿 她挪走了 后来我家里全不管 主权都交给她 就完了 对不对 这些事情又不是真理的问题 不是绝对真理 有没有可以争论的呢 不需要争论吗 她得喜欢就好了 她是个病人 有病 身体不好 需要你体谅 争论什么呀 她没手术之前 我还真有时候跟她争论 手术以后我一概都不争论 那我岳母就跟我抱怨 说你看她回到家里 把我东西都给我改变了 我摸哪都摸不着了 原来人家都习惯了 人家随着眼看不见 人家到厨房很熟练的 摸都能摸着 摸一把菜刀就摸 现在一摸一把筷子 根本没菜刀 我就告诉她 我说你到家里 你入境随俗 你要顺服母亲 你不要管她家里的事 她说不好看 我说她看不见 你懂不懂 人有没有个性 人有个性 但是这个设计就很重要 设计很重要 那么做丈夫的 我常常对弟兄说 我们做丈夫的 在对姐妹的态度上 多一点的设计 因为你丈夫是家里的头 这个家平安不平安 这个家相爱不相爱 跟丈夫的关系 我觉得比姐妹大 对不对老夏 感谢主 这很重要 你说你一个大男人 圣经说你要做大丈夫 跟妻子计较什么呀 没什么可计较的嘛 对不对 这个过去我老做饭 我心里也抱怨 我天天做饭 你看我这一辈子 没人给我做过饭吃 心里难受 几个月就算了 一辈子我一想 过一辈子这样 他回家了 我现在都发现 其实他做的比我还多 你知道吗 做饭很简单 我扶倒了 这个手是卫生的 我告诉你厨房打扫的 洗碗的 这样的时间 绝对比你做饭多 我现在做做我才明白 我才懂得 这个体量 哎呀 就想到 他做那么多 原来我还不知道 还会老说你不会做饭 这个不合适 你知道吗 每个人 每个人的 这个神给的恩赐不一样 恩赐不一样 多去欣赏 家庭婚姻有问题 弟兄别找我打电话 说你太太有问题 你先检查你的问题 我觉得 教会有问题 也是领袖的问题 你相信不相信 一定是领袖不够舍己 在家庭中也是 弟兄不够舍己 弟兄多舍一点己 家里就平安了 姐妹其实她想的就是她 女人就讲感觉 你让她感觉好就好了嘛 对不对 她也没什么说一定要怎么样 她就是这种感觉 你就让她感觉好 但是有一点 一定要求姐妹爱主 一定要你做弟兄的 一定要来教会来做礼拜 你要比你的姐妹强 在查圣经的时候 你一定能够用圣经来教导你的姐妹 在真理上 你能够你能够站住 这个叫做大丈夫 那家里声音大的 叫什么大丈夫 对不对 那个不叫大丈夫 所以舍己 在在这个这个 很重要一点 这个舍己 就是舍去人有罪的 在没有信主之前的 亚当里的败坏的本性 那么除掉我们天然生命中的 一切不合神心意的东西 让神的属灵的生命 圣灵在我们里面掌握我们的生命 这个叫属灵的生命 你所管的叫属灵人 那有一种是属世的人 新的主了我们就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保罗在罗马书说 心意更新而变化 心意更新而变化怎么样呢 就是查验 什么是神的旨意 那你说你吵架是神的旨意吗 肯定不是神的旨意 嘴里说恶毒的话 那肯定不是神的旨意 骂太太 打太太 不仅上帝不让 警察也不让 一个基督徒婚姻建立好 人家会把荣耀归给耶稣的 我觉得弟兄的责任大 起码我们家是这样的 我的责任最大 这个 这个不是 不是一个特别很nice的丈夫 这个 会挑毛病的 会挑老婆毛病的人 那当然我现在挑的越来越少了 这个人 这个要一点点进步的嘛 你不能说一下就像耶稣 不可能对不对 我之前讲了 效法就跟随的时间越长越像 你跟他时间越长越像 好好去敬拜他 那么耶稣会说 背起十字架 这个背不是被动的 忍受的 而是主动的承担 像西门 当耶稣背十字架背不动的时候 那个西门就过来就背起那个十字架 对不对 然后呢 就就就就就就就这个这个 踢着主背十字架 到了哥哥他 那当然西门就信主了 当他信主以后 我们知道这个背起十字架就变成了基督徒的一个象征 当我们背十字架的时候 我们会面对世人的嘲笑 憎恶 因为我们有了基督徒的标志 耶稣说你们不属于世界 世界人可能会嘲笑我们 所以有时候我们信了主了 我们觉得哎呀 信了主了回家有的都不敢说 也不敢为主做见证 对不对 就在一帮不信主的朋友里边 人都做官 局长啊 厅长啊 什么我们回去 结果我们是个基督徒 然后吃饭的时候 人家都要喝酒 谈的都是我们耳朵都不愿听的 或者听不了的 我们得去 你回国你就会面对这个问题 你跟老同学吃饭的时候 你会面对 你要不要祷告啊 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不对 这个大胆点说 我们基督徒吃饭要做谢饭祷告的 这个挺重要的 你就是为主做 耶稣说 你们在众人面前不认我 我也在天父面前不认你们 那有一天你麻烦了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要认耶稣 我觉得咱们教会现在 哇不得了了 现在一些姐妹回国 看父母生病的 都有见证 昨天许军在飞机上打电话给我 回北京 妈妈又病重 又飞回去 刚回来不到一个礼拜 又飞回去 飞回去 但是就让我给他祷告 就是有胆量像家人传福音 你看到 都信主了 他父母也绝志了 感谢主 只要我们愿意 我们有胆量 我们做父母就会看到我们生命的改变 那挺重要的 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哈尔夫大学吃饭 哈尔夫大学校长家里边吃饭 校长没请我们 因为我们就想用他的房子吃饭 你知道这个 这个美国的大学校长的房子 跟白宫似的 很大的 他做校长就住在里 不做校长就搬走 然后他的餐厅能做三百人 你知道吗 很多大型的重要的聚会 是在他家里边举办的 所以我们就用他餐厅 他还不太高兴 但是他也得给我们用 后来他就走了 那天来了好多议员 我记得还有马丁路德金的外父 他的马丁路德金的太太也在那个里边 都在讲演 没有祷告的 你看他是师母嘛 他也没祷告啊 因为那么多的议员 还有信佛教的 伊斯兰教的 还有什么都不信的 结果要吃饭的时候 要吃饭之前 突然有一个人取笑我 我一个老朋友取笑我 我们这里有一个成了牧师的人 要不让他给我们做一个泄饭祷告啊 他其实是开玩笑 大家哄堂大笑 我就借记我就走上台去了 那你请我 我当然要上来祷告 对不对 我就开始 这个泄饭祷告 首先是认罪的祷告 然后是求神来帮助我们 很多人流泪那个祷告 下来好多人找我 这个祷告很好 以后我们吃饭也要祷告的 其实我们效法耶稣基督是一种生活方式 我们舍己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舍己不仅是舍掉自己的意思 而且也是舍掉自己的意 意味着说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 我们不能用自己的自意来看我们自己 我们在基督里边 我们这个意叫勉强算为意 保罗说算为意 所以这个意是因为主的意在我们里边 而不是我们自己的意 所以当我们信了主了 我们被称为义人 没有信主我们称为罪人 那今天大家有的说 那你们教会里边好像有些事情 有些人也不是那么太好 没有错 我们是在成长的空间 我们是蒙恩的罪人 叫蒙恩的罪人 实际上很多人 也许很多的行为还比基督徒还要好 也有的 我们看到这些什么古代的圣人 不错的 这些大知识分子 不错的 都有良知的 可是他们没有救恩 没有耶稣基督 是靠自己的行为称义是不可能的 那我们靠什么 靠耶稣基督的义 成为我们的义 成为我们的义 所以当我们感谢主的时候 我们这个来到主的面前 我们信靠他的时候 我们就成为义人 人家称我们是义人 其实我们是蒙恩的罪人 那弟兄姊妹要记住 我们是蒙了耶稣基督恩典的罪人 如果不是靠着耶稣基督 我们的舍己也是展示的 我们今天舍己明天就不舍己 我们今天愿意顺服主的旨意 明天就不顺服 我们必须靠圣灵的能力 在我们里面来帮助我们 使我们成为一个真正舍己的人 所以靠自己舍己 无疑于原目求余 靠着圣灵来舍己 我们方能够凡事尊主为大 否则我们做不到的 第三点 第三段经文 我们来看加勒太书二章二十节 保罗非常懂得舍己的意义 我最近在写博士论文 我已经开始动笔了 这个材料查的比较快 书我们家书也多 我现在查出三百多本书来 基本把它归类 所以在我的书房里边 这个全是满地 床上地上什么这个桌子上全是书 每天我拿出三个小时来写 当然进度很慢 大多数都在翻书 那翻书觉得保罗真的是这个奇妙 上帝拣选 他对耶稣基督的救恩 他对教会 他对基督徒的生活方式 这些教导你再重新细细去读 哎呀心里真的是安慰 上帝拣选这么一个伟大的仆人 给我们这么清楚的看见和教导 保罗在讲到舍己的时候 他非常的清楚 他过去是加玛列的弟子 他非常有学问 保罗有没有因为他学问骄傲啊 有的 保罗也因着他在宗教里的地位 逼迫基督徒 他甚至在逼迫的时候 他觉得他是为主做工 大发热心的逼迫 你看到没有 但是保罗信了耶稣以后 他整个人都变了 他说啊 过去他以为有益的 今天他都以为有损 过去他认为好的东西 就是说今天不以为好了 过去我们没有信主之前 我们以为好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可以骄傲的东西 我们的学历 是不是可以指我们骄傲啊 我们读书读俩博士 对不对 读一个博士 最低读过硕士 那这也是我们骄傲的资本 当我们拿到那个帽子的时候 戴上那帽子的时候 我们也很高兴 我们也跟同学们炫耀 我是留美的博士 对不对 那这个博士头衔 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可是保罗 他觉得这是粪土 过去我们做生意 赚了很多的钱 那生活有保障 儿女 这个可以穿的好的都是名牌 你看最近大陆流行的叫什么 悬妇 对不对 悬一个惨一个 一悬老爸下台 一悬 因为在网上也是拿名牌包 名牌表 名牌什么 就放到网上 结果一看他爸是谁 市委书记 或者是什么什么这个区长 什么完了 人家中央就去查了 这个叫坑爹 现在有个词叫坑爹 最近有一个儿媳妇又一悬妇 把老公公给坑了 坑公公 你知道吗 这年轻人都不懂事 小的时候 我们东北人都有个道理 小时候不能悬妇 有银子赶紧埋地下 别人别人看见 不能说的 你知道吗 今天人就要悬妇 惨了 保罗说粪土 是不是粪土啊 把老爹都坑了还不是粪土 粪土 所以我记得 这个 现在最著名的一个女歌星叫郑秀文 大家记得吗 郑秀文 郑秀文 过去是 郑秀文唱歌是真好听 过去我都没听过 我以为是我女儿她们听的 那最近她信了主了 我就一直听到歌 真的是好 真的是好 她唱的是真好 这个人是个天才 她唱歌真是个天才 那么她过去的生活方式呢 就是名牌 她都是名牌 穿名牌 所以那个衣服没有一万块钱以下的 以上的都不买 你知道名牌 这为了什么 其实那个东西也不见得好在哪里 她为了想要自己一个身份而已 对不对 人的生活方式嘛 我们东北就说有一个小县城 有一人他有一件衣服 他写了六十块钱 卖了一年没卖掉 有一天他积了 后边加个零 当天就卖掉了 然后还有人买那人说 你看没想到小县城有这么好的衣服 其实他是 他就觉得我的消费就是应该是这个水平的 对不对 要除了这个水平就不应该消费 郑永文就是这样 后来他得了忧郁症 一年在家里边 他写他的见证他得那忧郁症很严重 因为在这个名利场上 哎呀这种日子很累的 名利场上 你不上你就要下 人们那种人和人之间那种勾心斗角 那种复杂的关系 人然后你要居高 在那很高的位置 你又不想下来 你就很累 你知道吗 没法轻松下来 他一下得忧郁症 他在家里干嘛 你知道吗 他每一天 不梳头不洗脸 不刷牙 就天天吃 就得忧郁症挺吓人的 看过多少犀利医生没有用的 后来有一天 有一个姐妹 也是演艺界的 这个姐妹叫姚伟 养过金大班最后一夜那个女主角 我在香港 我在新加坡 她现在在我们新加坡教会分堂 她在新加坡读神学院 所以每次聚会都在一起 她说他们把她带到教会去 当他们来到教会 当讲到耶稣基督的爱 她就一直哇哇的哭 大家说这怎么回事 是真的吗 是真的假的 信主了 神医治了她的忧郁症 她做的第一个动作 就把所有的衣服 全部送人 送给那个撒维尸阿敏 你知道吗 送给旧事军 送给穷人 从此不再买名牌 知道吗 她买的衣服随便 那十几块港币 二十几块港币 穿的身上别人以为 都是上万美金的 都是名牌 所以人名牌 比衣服名牌重要 对不对 人如果是名牌 你穿的衣服就是名牌 所以基督徒是名牌啊 耶稣的门徒当然名牌啊 你知道吗 世界上最大的名牌 就是基督徒 我们批代主耶稣基督是名牌啊 是名牌 所以感谢主 所以这个生命的改变 带来了他一个生命的力量 神不仅医治了他的忧郁症 他重新站立起来 他后来又回到演艺界的时候 开始见证主耶稣基督的荣耀 今天他会在加拿大有一场布道会 今天还 今天的六月份 他会在八月份 在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这个歌剧院 西尼歌剧院有一场布道会 而远征明搞的 他也去 远征也去 远征明也去 他们这些人在那搞一个大型的布道会 哇 这一场布道会 租金就三十万美金 那感谢主 远征姐妹也是如此 你看远征姐妹 在没有信主之前 那么著名的歌唱家 信主以后你看他变得多谦卑啊 嗯 到新加坡这次我带他去 就一个小包 那他说我过去我出去演出 后边的包的好几个人给我拎着 你知道吗 十几个包全是演出服装 那今天来了 就一个包 一个小包 感谢主 而且 不要奖元费 演出费 只要服侍主 一分钱不要 甚至有的你没有能力 他自己出机票 但是他跟主有约一年六次 出去搞大型布道会 感谢主 你看他这个生命改变 一个艺术家 这种过去是以世界为标准的 今天变成以基督为标准 他们可以为基督的缘故 舍掉自己的爱好 舍掉自己的喜好 舍掉世人以为好的东西 所以在基督里边 他们成为新造的人 所以保罗说 我已与基督同定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而是基督活在我里边 如今在肉身中活着的我 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的 他是爱我 为我舍己 但我们今天读的是新一本 我们这段 加勒太书二章二十节 我们弟兄姊妹都非常熟悉 对不对 我们管的叫二百二十垫符 这个比较容易记 加勒太书二章二十节 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而是基督活在我里边 如今在肉身中活着的我 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的 他是爱我 为我舍己 感谢主 所以有一个牧师啊 问一个自称基督徒的人 他跟他谈话 他问这个人 他说 你每一次都能来教会做礼拜吗 那个人说没有 我很少去做礼拜 牧师问他为什么呢 他说死在十字架上那个强盗 也没有做礼拜 得救了 你看他有理由 他还熟读圣经 路加福音 多少章 二十三章 二十三章 三十四节 然后呢 牧师又问他 牧师说这个 这个 那么你是否每个月都来领圣餐呢 那个人说没有 我也没领圣餐 因为死在十字架上强盗 也没有领圣餐 还是得救了 你看他总是有理由的 那牧师又问他 说 这个 你 牧师问他 那你是否接受洗礼呢 他说我也没有洗礼 因为死在十字架上的强盗 也没有洗礼 耶稣仍然爱他 牧师就说 你和那个强盗唯一的区别 是那个强盗在死前就信了 而你信的是死的 我们的信仰是活的 不是死的 陶树 讲了一句很著名的话 那么 陶树说 被定十字架上 意味着第一 被定的人 只能面对一个方向 他不能回头了 一个相信耶稣基督人 相信他已经不能回头了 他就一个方向 朝着主的方向去走 那么第二 他不会再回来 他回不来了 那个十字架的强盗还能回了吗 回不来了 他定的十字架上 他不能再回来 他只能去一个地方 与主同在的地方 那么第三 他没有自己下一步计划 这个很有意思哈 我们每天都有计划 我们计划干这个 我们计划干那个 我们很多的计划 一个定的十字架上 没有下一步的计划了 所以希腊文说 与基督同定 实际上的同定 在原文中出现过五次 那个同定是表现在 我们与主联合 与主联合 在主的里边 我们在主的里边 主在我们的里边 与主联合 我们就能够得到一个新的生命 与主联合 我们就能够舍己 如果不与主联合 我们与主分离的话 我们己就大了 我们愿意与主联合 我们就事事顺服他的旨意 所以傅士德 他也引用了十七世纪 最著名的神学家 艾芳苏 李果利 他提出的认罪悔改 应有的三个步骤 第一个 在神的注目下自我省察 他用了诗篇一百三十九篇 二十三十四 就是神啊 求你检查我 知道我的心思 试炼我 知道我的意念 看在我里边 有什么恶行没有 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礼拜五 我们在丽华的小组查经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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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一位姐妹 就把这段经文背出来了 很重要 求主检查 第二点 要 因自己的罪而忧伤 大大的哀伤 格林多后书第七章世界说 依着神的意思忧伤 忧愁 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 以致得救 当我们犯了罪 我们要为我们忧伤 我们就认罪悔改 说主啊 我知道这件事得罪了你 求你赦免我 所以这个 大卫也说 我心里忧伤 当我们得罪了神的时候 犯了错 心里忧伤 求主让我们不要 要召回他的圣灵 让我们重新有清洁的心 重新有正直的灵 第三点 决心过圣洁的生活 悔改很重要一点 就是 使自己成为圣洁 像主的样式 一生一世 跟从他 一生一世 侍奉他 一生一世 传扬他 一生一世 荣耀他 你们 哈利路亚 来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 谢谢